欢迎收睇屈机TV 我是屈机主播周杰盈 战火烧烟再起 不过今次就和武器装备有关 意大利听美国的意思 在他们的南部港口截了几个货柜 里面竟然是装满了中国的翼龙无人机零件 而这些无人机的预定收货方 是利比亚的军事强人哈利法哈夫塔尔 这件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而在这件事里面 美国的角色就特别吸引到大家的眼球 意大利竟然可以准确定位得到 还要捷获得到这些特定的货柜 背后肯定就有美国的精心策划和情报支持 那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大肺周章 在这些货柜上做这些小动作呢? 他们很大可能是想借这个机会 去了解一下中国的无人机技术水平 所以意大利海军就用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条例为由 就扣留了这些翼龙无人机 那为什么中国的翼龙无人机 会出现在运去利比亚的货柜里面呢? 似乎主要与利比亚长期动荡的局势有关 今天就与大家讲一讲 意大利扣押中国无人机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WETK TV 留言 赞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意大利之所以会听美国之敌 很大可能是因为对方施压 虽然是这样 但意大利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都是比较谨慎 他就没有针对中国的货轮去搞事 因为他们都不想破坏到中二之间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翼龙无人机作为中国无人机出口的标志性产品 他因为他的多功能性和卓越性能 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所以利比亚方面去买翼龙无人机 都是因为认同他的性能和实践需求 哈利法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 和迪黎波利政府支持的武装之间 就有激烈的军事冲突 所以他对军事装备有很大的需求 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在全世界都很有名 作为现代化战争的重要武器 无人机无意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每一年我们国家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外国的订单 他们都是想透过无人机去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 另外在民用方面 无人机也是占据着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无论在救援还是一些地形堪探 用无人机都可以大大地减少到人员伤亡 将中国推了去一个风口浪尖 因为在6月的时候 意大利海关发布了一项声明 他们在深圳运去意大利的两手货轮货柜里面 发现了中国的无人机 而这些无人机都收埋在风力发电业里面 似乎是想避过海关的检查 安媒根据相关的图片 推测被扣押的无人机应该是中航成都飞机设计 研究了611所自主设计研制的翼龙无人机 不过有中国无人机资深专家就推断了 二方扣押的并不是翼龙一或者二型无人机 而是飞龙一无人机 由西安某个民营企业研制 机身长度10米左右 翼展20米 尺寸和翼龙一差不多 最大起飞重量是3.2吨 任务载渴1.4吨 春行时间32个小时 最大飞行速度320公里每小时 实用声限就是8000米 虽然这些无人机的目的地 是在利比亚的班加势 不过很多人都估 这两架无人机最终的归宿 并不是在利比亚 而是会通过其他途径 运到亚联邮 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亚联邮已经是试过运无人机去利比亚 而任命的关系也很复杂 不过搞笑的是 今次意大利海关 在收到详细的情报 才会捷得到这一批无人机 而向意大利海关通风报信的 竟然是美国 据了解 美国在知道有人帮哈夫塔尔代购禁运武器的时候 就详细调查了深圳出港的货运信息 一直沿着这条线索 最后就确定这两架无人机的动向 真是不说得 美国在针对中国这方面 特别用心实在对美国的情报人员 不看透地辛苦了 辛苦了 不过这两架无人机 最后的去向和是怎样的用法 其实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 既然我们只不过是负责去生产 在按要求送货而已 但是如果有一个落井下石的机会 美国又会轻易放过吗 现在国外的局势这么混乱 尤其是中东这些国家年年征战 而美国这个做法肯定就是想小题大做 顺势把我们国家拉下水 甚至可以说 美国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相信有了解到少少中东局势的人都应该知道 哈夫塔尔自从掌管了西利比亚的控制权之后 美国可谓在中东地区有了华士人 但是近这几年 哈夫塔尔很明显就变得有点难控制 因为他近期跟阿联邮行得好 而作为土电已规布 抢草和最后的阿联邮 自然就不会亏待哈夫塔尔 这批无人机很大可能就是阿联邮帮他买的 这些动作自然就惹到美国不高兴了 不如自己的弟弟不听话 当然要想办法敲打敲打 至于美国可不可以 在这些被扣押的无人机里获利呢 答案很大可能就是不行的 因为中国既然这么放心 这么大胆地将这些翼龙无人机 卖给国际市场 那也就是说 这种技术对我们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保密价值了 而且美军自己的无人机技术水平 都已经这么高超了 他们完全可以在其他渠道那里得到类似的技术 所以美国今次特意叫意大利出手 一方面可能是想炸戒衣研究一下中式装备的水平 另一方面就是想帮中国制造一些麻烦 也试下破坏中二两国的关系 不过在本质上来说 中美两国的装备发展 已经是走着完全不同的路 最顶尖的装备我们是不会对外销售 所以美军根本没办法在这件事里 得到一些足以扭转战局的秘密 这次这件事虽然也令到中二两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波折 但就未对两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造成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由去年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他们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变 他们多次这样对话嗜好 现在总理梅洛莉还急着要访华 有两件大事是想中方点一点头 意大利商业及制造业部长乌尔索 就来到北京进行他的访华活动 这次在意大利由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第一次派出部长级高官访问中国 而在他访华的这段期间 他和中方的官员会晤 另外也和多名的中国企业高层会面 讨论到有关汽车和绿色能源的合作 乌尔索来到访华可能不是太意外 因为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外宣称 正是和三间的中国汽车企业交流 而这次访问很可能想敲定更进一步的合作 不过在外界眼中 乌尔索这次最重要的任务 是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华铺路 这个猜测也不是空月来风的 在6月中的时候 G7峰会闭幕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就宣布 已经开始筹备访华的事 未来会在几个星期内访问中国 而在更早之前 意大利诸华大使安博斯也对外宣称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总理梅洛尼计划今年访华 这是对中尔积极关系的肯定 否则意大利政府是不会做出这个安排 其实无论是哪个意大利的官员来到中国访问 外界都会很惊讶 因为意大利当初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七国集团国家 但意大利加入的第五个年头就主动退出了 对于这件事 意大利也说了他们的理由 说他们在这个倡议中收益不大 例如中国对意大利出口一直上升 但意大利对华的出口不明显 这个贸易逆测令到意大利没办法接受 说虽如此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意大利根本在找借口 意大利自从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的三年时间 对华出口增长了一倍 那又怎会说得不到太多的收益呢 其实意大利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都是因为有美国在背后搞鬼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项目 透过这个倡议中国和不少国家都增进了大家之间的关系 和加大了合作 但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眼中 它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由于美国不能在明面上去诋毁一带一路倡议 所以就只能够私底下叫国家退出 而意大利又是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 自然就变了美国开刀的对象 不过现在都明显感觉到 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其实都非常后悔 所以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意大利就多次向中国发出上合作的讯号 例如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中国商务部部长黄文涛认邀访问意大利 和意大利外长主持召开了关于中意经济合作的会议 而在这次会议上 意大利对中国的夸赚之声不绝于矣 意大利方面就说 中国的市场有无限的潜力 可以给到很多机会 意大利企业去发展 意大利会尽可能给自己的商品进入到中国 同时向中企对意大利投资打开大门 推动意大利自身发展 另外 二方还提议开通更多中意之间的直飞航班 有助于两国的游客互相往来 意大利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推出一带一路倡议 应该是他们国家其中一个最后悔的决定 所以在现在没办法第一时间 重返一带一路的情况下 只可以透过频繁与中国交流 去推动两国的关系发展和合作 就这样看来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急着访华应该有两个目的 首先他想改善和缓和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上个月举行的G7集团领导人峰会里 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议题 包括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还有中国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 看得出7国集团对我们依然抱有很大的敌意 所以一直都极力抹黑我们中国 但是梅洛尼在会议结束之后 今天立刻宣布会访问中国 即是说在一定程度上 他是不同意对先的说法 但是外于美国的原因 他又不可以过多反驳 所以只能透过实际行动 向中方表明意大利的真实想法 第二是想加强中意之间的商贸合作 今天有数据显示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中意双边贸易额下降了7个百分点 那肯定对意大利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意大利商界对政府的这个决定 是觉得非常之不满 即是说意大利市场 是对中国商品持一个肯定的态度 那意大利政府就没有必要设置这些壁垒 7月5日 胡尔索在访问中国期间说到 意大利希望和中国建立长期伙伴关系 他在一份声明里说到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意大利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里面 开启一个新的更重要的阶段 现在是时候做得更多更好了 现在意大利是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而中国是意大利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彭博社的报道就说到 这个是罗马方面进行魅力攻势的最新努力 意大利安沙通讯社就报道说 乌尔索对自己这次访华感到满意 还将这次访问定义成准备性访问 而二中两国之间的合作成果 预计将会在意大利总理美洛利7月访华时公布 更何况中国现在在多个领域全面开花 出口的商品在整个欧洲市场都有很大的需求 就算意大利不想和中国合作 似乎对中方都没什么影响 那反倒不如尽可能和中方接触 可能还可以得到中方更多的投资 现在意大利应该是看透了 中国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合作伙伴 那就没必要收收买卖了 用最快的速度踏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们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机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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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观看